一座水秀飘扬的城郭 为何烙上甲昼鲜明的记忆 兴旺交替 气吞万里 东方的拜占亭如何雄力于养子江头 敬请收看《人文地图》系列节目 南京城第一集 在中国历史的半途上 南京代表着文明新火传承的顽强 每当中原战火不断 北方中国狼烟四起 惊奇招展的虎狼之日 却美美在柔美的江南 在这座看似韬光养晦的 华丽之城面前果足 不能再前进一步 南京可以水秀飘摇 也可以甲昼鲜明 南京的坚韧 每每每每每每牵藏在人们对它 金粉腌织之地的故宅中 其实南京也曾多少次 金戈铁马气吞万里 只不过只要可能 南京总是更喜欢 让江南的春天柳丝如昧 即使酒庸菜堡 也带着六朝烟水的洒脱 与逍遥 春秋战国的时候 南京叫金陵 金陵图经上解释说 西楚威王 见此有王气 埋金已震 故曰金陵 据说秦始皇东游至此 他也望到了金陵的天子旗 秦始皇的办法是 在南京郊外开挖河流 即秦淮河 以泄散王气 从而保护他的帝国 免遭南方的叛乱 并将金陵改名为墨陵 墨就是草料 由金而草 地名褒贬之间 秦始皇觉得可以放心了 也许真的如此 在三国东吴以前 南京地区一直只有几座 分散的小县城 南京作为宏伟的首都 首次进入历史事业 他的开拓与创造者 是吴大帝孙权 公元212年 赤壁大战的硝烟刚刚散尽 孙权决定 在原楚国金陵役固执 利用西路的天然石壁 做基础 修筑石头城 清凉山上 这块突出的土圆形石壁 因为长年风化 远看 酷似一幅猙獰的鬼脸 石头城 后人因此称之为 鬼脸城 我们所谓的六朝古都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历史 最早譬如我们都知道 在讲三国演义的时候 像孙权他其实不在南京了 在曾江这一带 然后像诸葛亮来 刘备来 那看来看去 诸葛亮又非常懂得风水 看来看去觉得那虎居龙牌 那个地方了不得 一定全孙权搬 孙权看来以后也觉得不错 所以东吴就搬到那儿去了 孙权画出了南京城市历史上 最具决定性的一笔 依山而建的石头城 周长六里左右 城内设有石头库 石头仓 用以储军粮兵械 石头城 易守南宫 是当时东吴最主要的水军基地 和江坊要在 带着建立霸业的梦想 孙权用他的铁迹 激起了石头城下的无穷波涛 南京从此游墨林 正式改名为建业 公元229年 孙权称帝 国号名 这是中国历史上 在南京建都的第一个王朝 所以孙权定都南京 实际上把南京的历史地位 给确定下来 把南京作为一个 南方汉人的都城的地位 确定下来 那么经过孙权一代的经营 孙吴一代的经营 以后 这北方地区一旦出现问题 退守南方的汉人政权 首选的地方 就是南京 孙权走入金陵的这一步 成为影响中国历史政治 经济格局的重要标志 为促进江南地区的农业生产 保障都城的供给 孙权实行屯田制 在南京周围开凿了多道运河 建立了四通八达的水上运输线 这也促进了商业的繁荣 并给盐河农田带来了灌溉 排涝的便利 为了维持这个首都的发展和繁荣 它就开了水道 人工运河 当时建一的这个城地 人工运河的四通八达 北边 皇宫后面 开了一条叫潮沟 然后中间开了一个运毒 运粮食物质的人工运河 东边开了一个清溪 等于四方合围 都可以运输物质 这些人工运河 也在整个六朝三百多年 都在使用 南京从此成为长江中下游 名副其实的政治 经济 文化中心 建业已然富家天下 孙权在南京来说 他是建树 他还有个大事 就是他派这个魏温诸葛芝 带来一万人 到宜州 就是现在的台湾 我们大陆跟台湾连接 开始交往 就从他开始 孙权开始 这是有史记载的大陆官方 第一次派船队到达宝岛 时间是公元两百三十年 随后 凭借高超的航海 与造船技术 孙权还派遣万人舰队 南至南海出国 北达辽东朝鲜 开辟了海上航线 密切了沿海岛屿 与大陆的联系 海上丝绸之路 正式成型 三国鼎立的时代 东吴建立起的这支 当时世界上 最为强大的海上力量 占据了中国南部 辽阔的海岸线 史书记载 孙权自然碧眼 气度辉弘 他的性格中 既有包容大度 更有奋发图强 作为南京这座都城的 最早创立者 这样的性格 几乎从一开始 就融入了这座城市 从容镇静之中的南京 从东吴在乱世纷争 群雄逐鹿的铁血征战中 赢得了这份自信与大气 公元252年 孙权并逝 被追尊为吴大帝 下葬于中山南路的高岗上 就是这座梅花山 梅花丛中 东吴大帝悄然成熟 他曾总 cuid杜铁帽甚至 在谣冰戏基本上 190吋万 round normal 这参应 即是黄王 Abs and hun 音修审 若 та王 50 自信 drej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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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 天下英雄水敌手 潮流 生子当如孙众谋 2005年的12月 在南京南郊江宁上芳镇 发现了一座古墓 根据出土的遗物和墓葬结构 专家们判断 这是一座孙伍晚期的墓葬 距今1800余年 因为文化里不该人 那么六朝的人口 到时候基本上都 牵得牵 死得死 对吧 那么自己跑得跑 那么你这个文化到哪里找 你只能找到一些遗址 经过13个月的发掘 考古工作者 从这座大墓内 挖掘出了金 银 铜 铁 漆木 瓷 铁 陶等不同质地的文物 一百七十多件 以及铜钱六百余梅 中国古代 历来有 誓死如誓生的丧葬理念 上方古墓里 发现的这些陪葬物 令人从中窥见到了 曾经傲居一方的东吴气派 最近日本的早稻天大学 一位考古学者 叫三星真理子 他在越南中部发掘出土的一些文物 跟我们南京的东吴时期的 出土的文物 也是非常近视 比如像瓦当 瓷器 或者说瓷器上面装饰着钱纹 就是我们用的这个钱 装饰着钱纹 那像这一类就是反映建筑技术 反映宗教思想的 反映货币思想的 那在越南中部也出现了 而且跟南京也是非常的近视 所以最后 日本的这些学者们 包括越南的学者们 他专门到南京 他们承认 在越南的发现的这些文化遗物 应该跟六朝的当时的南京 有直接的关系 也就是当时的南京 也影响了东南亚地区 南京是孙吴都城 建业所在地 迄今发现了数以百计的 孙吴墓葬 上方大墓是其中规模最大 结构最为复杂的一座 其前室顶部的巨型覆顶石 前后室似余的瘦手型石灯台 后室的大型虎手状石灯座等 都是这一时期 同类墓葬设施的首次发现 这些前所未有的发现 使人们对墓主人的身份 产生了极大兴趣 我们出土的时候 墓葬的后室的后部 有三组六件石灯座 像这种都是石灯座 这个石灯座的上面 有发现了三具 我们看到的墓棺 所以我们根据石灯座 和墓棺的数量 推测这个墓葬里面 但是占了三个人 虽然墓主的身份 墓葬里面有出土 缺缺的文字材料 但是我们根据 考古发现的种种现象 我们推定墓主人 有可能是孙昊时期的 一位宗师之王 和他的两位王妃 孙昊是吴国末代君主 新王交替 成一代霸业的孙权 不会想到 他一手创建的东吴帝国 传到第四代 就已经败坏到 不可收拾的地步 吴国末代君主孙昊 残忍 好杀 粗暴交淫 朝政 陷于崩溃 暴风雨来临前 宫廷里的空气 仍然充满着酒精的味道 还有猜忌与不安 公元276年 孙昊大概也感受到了 来自朝野的抱怨与不满 为安定人心 他异想天开地 设计了一幕喜剧 喜剧中最重要的道具 就是这块神秘的石碑 兵变 民变 老百姓水深火热 但是他为了巩固自己的黄泉 自己很虚假的 就搞了一个发明 事先把材料植好以后 就叫人半夜的买到地下去 到一定时候 就大张旗鼓的 又把那个碑把它挖上来 挖出来 这块碑 现在我们叫天发神灿碑 这个碑充满迷信 充满了渔民政策 渔民的这个 就是好像是世界上 只有我孙浩能做黄泉 别的人不行 上天发下来神灿了 就是叫我 所以我的黄泉应该稳固点 后来就把这个碑 这个碑就输在南郊的断石岗 一块荒诞不经的石碑 当然无法阻挡 峰会朝局的崩溃 仅仅四年之后 孙浩在城头就看见了 西晋水军将领 王骏率领的楼船铁甲 一片翔帆出石头 孙浩自己反保双手 束手投降 碑文里宣扬的 所谓地约大吴 一统万方 豪言壮语 转眼就成了一个笑话 王骏流传下雨中 英明王气暗然手 王骏流传下雨中 千寻铁锁 沉江底一片翔帆出石头 人世几回伤往事 山形依旧枕寒流 公元三百一十六年 中原沦丧 游牧民族飙悍的铁骑 横行在北方中国的都城周遭 长安洛阳的士族富户们 纷纷逃离战国 背井离乡 涌向满房 到了西晋晚期 所谓五湖乱华 雄陆鲜卑 结底枪 五个少数民族 把整个的西晋的首都啊 就是说基本上洛阳 都给摧毁掉了 城里面只剩下几十家 整个的都长满了这个 这个杂草 杂草重生 就原来的都城都毁掉了 大量的草原民族 进入了这个黄河流域 那这个时候 中华的文化 将到什么地方去 到了南京 整个的这个 很多的士加大族 北方的皇族 士加大族都到了南京 在南京安邓下来 重新的进行整合 重新的进行复兴 目睹空前未有的 百万流民大迁徙 在长江南岸 有一个人心情复杂而沉重 他就是王岛 一天来自中原的名士们 在长江边宴会 遥望北方 不禁流下了眼泪 王岛正色说 大家正应该出力 辅助王室 恢复中原 何必如此 处求对弃 这样的气度 使在座的诸位民事 折服 那么王岛和他的谭兄 王敦 当时在长江中 有的一个军事 相当于现在军区司令 势力很大 他们为了辅佐 当时民生还不大的 靖元帝司马瑞 他们在三月三 一个节日的时候 摆出了很大的气势 骑着白马 各种遗战 来围着这个司马瑞 去过一种节日 到水边去 让南方人看了以后 觉得原来这个司马瑞 好像地位还这么高 另外 司马瑞 王岛等人 向南方人开饭政权 让一些人来做惯 这个跟西晋 干干憋掉孙武的时候 情况有很大差别 那么通过这种种的手段 让孙武的这些 以前孙武的这些大姓感觉 司马瑞 王岛是可以信赖的人 我如其接受非汉民族的统治 我还不如接受司马瑞 王岛的统治 跟他们合作 西晋灭亡之后 公元317年4月 王岛拥护司马瑞 在石称建坑的南京 正式组织王朝政府 王与马 共天下 东晋在江南的半壁江山 开始令既成功能力量 开始令既入造 这一时期 公元三世纪危机席卷着东西方 南京取代了长安和洛阳 正如在罗马世界 拜占庭取代了罗马和米兰一样 南京成为了东方的拜占庭 著名历史学家格鲁塞 把中国史书所说的这段 一贯难度的历史 置入了世界的视野 东晋难度 大拼南迁而来的北方士族 连同以礼乐制度为核心的 中原华夏正统 开始在长江流域扎根生长 长江流域第一次代表了 传统的中国 成为中心所在 它带来的是我们整个中华 传统文化的精华的那一部分 从原来的南方文化相拥合 形成一个以中原文化 传统文化为主的 南北的一种融合文化 用现代话来讲 南京是当时全国最大的 一个移民的城市 从我们研究历史的人看来 一个移民为主的城市 它的生命里是 比较最强的 都却桥边野草花 无依巷口西洋侠 旧时王谢堂前夜飞入寻常百姓家 乌衣巷里 一千多年了 巷子里 似乎只住过两家人 一家姓王 一家姓谢 王谢风流 王家的显赫 是因为王岛 谢家的洒脱 是因为谢安 王兮之就出生在乌衣巷 兰亭亚集上 谢安与王兮之是知己 谢安 人们叹息 谢安不出 天下何以安 四十岁的谢安 东山再起 谢安真的总拦起了东晋的朝政 不动声色中 貌似温顺的谢安 保全着东晋 气弱油丝的国脉 公元三百八十三年八月 北方的前秦福间 气势汹汹 前来征伐 百万大军 号称可以投鞭断铭 谢安派侄子谢玄 前往迎战 军情危机 而建康城里的谢安 却很忙 忙着下围棋 前方的战报送到后 谢安打开看了一眼 就放在座位旁 继续下棋 边上的人实在想知道 这事关国运的战争 结果究竟如何 谢安 轻轻道一声 小而被破贼 人生如棋 这盘棋 开局是国难当头 岌岌可危 仓皇难度的人们 面临着再一次灭顶之灾 中盘 一场胜利 让国家转危为安 南方政权得到稳定 东进得以偏安江左 103年 收官 事了 福一去 深藏深与名 这时的谢安选择了 悄然应退 这份洒脱 让多少年后 游历金陵的诗人李白 来着 也成仿骨祭游游谢安敦 很开阔风浪里百度不慎常会翻船 王羡之的儿子王羡之常常在陶叶渡迎接他的爱人 一个叫陶叶的女子 陶叶复陶叶渡江不用急 但度无所苦我自来迎接 水锅击倒也是心静不倒 五蟹隔台 一座东方大城的光芒 如何因为帝王的文化理想而愈发炫朗 修养生息的太平盛世 还有怎样舒展示意 巍峨毅历立 今天收看人文地图系列节目 南京城第二期 一座水秀飘扬的城郭 为何落上甲昼鲜明的记忆 兴旺交替气吞万人的城郭 东方的败战亭如何雄历与养子江头 敬请收看人文地图系列节目 南京城第一集 五蟹鑫儿 别忘了 字幕志愿者 Airlуйте 在中国历史的半途上 南京代表着文明新国传承的顽强 每当中原战火不断 北方中国狼烟四起 惊奇招展的虎狼之日 却美美在柔美的江南 在这座看似韬光养晦的华丽之城面前过足 不能再前进一步 南京可以水袖飘摇 也可以甲昼鲜明 南京的坚韧 每每掩藏在人们对它金粉胭脂之地的故度中 其实南京也曾多少次金戈铁马气吞万里 只不过只要可能 南京总是更喜欢让江南的春天柳丝如昧 即使酒庸菜堡也带着六潮烟水的洒脱与逍遥 春秋战国的时候 南京叫金陵 金陵图经上解释说 被追尊为吴大帝 下葬于中山南路的高岗上 就是这座梅花山 梅花丛中 东吴大帝悄然成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天下英雄水敌手 曹刘 生子当如孙众谋 2005年的12月 在南京南郊江宁上方镇 发现了一座古墓 根据出土的遗物和墓葬结构 专家们判断 这是一座孙武晚期的墓葬 距今1800余年 林文化里不该人 那么六潮的人口到时候 基本上都牵得牵 死得死 对吧 那么自己跑得跑 那么你这个文化到哪里找 你只能找到一些遗址 经过13个月的发掘 考古工作者 从这座大墓内 挖掘出了金 银 铜 铁 漆木 瓷 陶等不同质地的文物 一百七十多件 以及铜钱六百余枚 中国古代 历来有 誓死如誓生的丧葬理念 上方古墓里发现的 这些陪葬物 令人从中愧见到了 曾经傲居一方的东吴气派 最近日本的早刀天大学 一位考古学者 那叫三星真理子 他在越南中部发掘出土的一些文物 跟我们南京的东吴时期的出土的文物 也是非常近似 比如像瓦荡 瓷器 或者是瓷器上面装饰着钱文 就是我们用的这个钱 西楚威王 见此有王器 埋巾已震 故曰金陵 据说秦始皇东游至此 他也望到了金陵的天子旗 秦始皇的办法是 在南京郊外开挖河流 即秦淮河 以泄散王器 从而保护他的帝国 免遭南方的叛乱 并将金陵改名为磨陵 磨就是草料 由金而草 地名褒贬之间 秦始皇觉得可以放心了 也许真的如此 在三国东吴以前 南京地区一直只有几座 分散的小县城 南京作为宏伟的首都 首次进入历史事业 它的开拓与创造者 是吴大帝孙权 公元二百一十二年 赤壁大战的硝烟刚刚散尽 孙权决定在原楚国金陵义固执 利用西路的天然石壁做基础 修筑石头城 清凉山上 这块突出的土圆形石壁 因为长年风化 远看 酷似一幅猙獰的鬼脸 石头城 后人因此称之为 鬼脸城 我们所谓的六朝古都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历史 最早譬如我们都知道 在讲三国演义的时候 像孙权他其实不在南京了 在曾江这一带 然后像诸葛亮来 刘备来 那看来看去 诸葛亮又非常懂得风水 看来看去觉得那虎居龙盘 那个地方了不得 一定全孙权搬 孙权看了以后也觉得不错 所以东吴就搬到那去了 孙权画出了南京城市历史上 最具决定性的一笔 这些人工运侯 也在整个六朝三百多年 都在使用 腹中之盟 祸直之选 城市设立 裁风巨腕 南京从此成为长江中下游 名副其实的政治 经济 文化中心 剑业已然富家天下 孙权在南京来说 他是简术 他还有个大事 就是他派这个魏温诸葛之 带了一万人 到宜州 就现在的台湾 我们大陆跟台湾 连接 开始交往 就从他开始 孙权开始 这是有史记载的大陆官方 第一次派船队到达宝岛 时间是公元230年 随后 凭借高超的航海与造船技术 孙权还派遣万人舰队 南至南海诸国 北达辽东朝鲜 开辟了海上航线 密切了沿海岛屿 与大陆的联系 海上丝绸之路正式成型 三国鼎立的时代 东吴建立起的这支 当时世界上最为强大的海上力量 占据了中国南部辽阔的海岸线 史书记载 孙权子然闭眼 气度恢弘 他的性格中 既有包容大度 更有奋发图强 作为南京这座都城的最早创立者 这样的性格几乎从一开始就融入了这座城市 从容镇静之中的南京 从东吴在乱世纷争 群雄逐鹿的铁血征战中 赢得了这份自信与大气 公元252年 孙权并逝而建的石头城 周长六里左右 城内设有石头库 石头仓 用以储军粮兵械 石头城一守南宫 是当时东吴最主要的水军基地和江坊要在 带着建立霸业的梦想 孙权用他的铁迹 激起了石头城下的无穷波涛 南京从此由墨林正式改名为建业 公元229年 孙权称帝国号名 这是中国历史上 在南京建都的第一个王朝 对孙权定都南京 实际上把南京的历史地位给确定下来 把南京作为一个南方汉人的都城的地位 确定下来 那么经过孙权一代的经营 孙吴一代的经营 以后 这北方地区一旦出现问题 退守南方的汉人政权 首选的地方 就是南京 孙权走入金陵的这一步 成为影响中国历史政治 经济格局的重要标志 为促进江南地区的农业生产 保障都城的供给 孙权实行屯田制 在南京周团开凿了多道运河 建立了四通八达的水上运输线 这也促进了商业的繁荣 并给沿河农田带来了灌溉 为了维持这个首都的发展和繁荣 它就开了水道 人工运河 人工运河 当时简易的这个城里 人工运河的四通八达 北边皇宫后面 开了一条叫潮沟 然后中间开了一个运毒 运量寿物资的人工运河 东边开了一个清溪 等于四方合围都可以运输物资